你可能无法想象 投资市场中真正能够扭转你命运的 不是牛市 而是熊市 千万不要用韭菜的思维去看待投资 否则你只会在牛市中追涨杀跌 最后赔光自己的本金 但是如果你能够真正意识到熊市的重要性 不再畏惧熊市 而是积极拥抱熊市 那么你已经领先了投资市场中99%的人 长此以往 你一定能够通过投资赚到扭转人生命运的财富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o 欢迎来到Niko投资游道 最近美联储即将迎来降息 2025年的大牛市可能即将开启 比特币很可能在年底突破10万 纳斯达格和标普可能在9月份之后 就会再次突破历史新高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 已经在等着美联储的QE政策 再次引爆市场 等着无数资金涌入美股 加密货币 等各式各样的高风险投资标的 正式开启2025年的大牛市 那时候我们可能随便买一只股票 或者某个山寨币都会赚翻 但是今天我们不聊2025牛市狂欢 而是给大家提个醒 打一下预防针 和大家聊一聊一个99%的人 都没有意识到的 反知觉的投资定理 绝大多数人在牛市中都是亏钱的 只有熊市才能让你赚钱 在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让你选 你会选择牛市还是熊市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的答案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好的 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大部分人可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牛市 因为在牛市里面 你随便买一个投资产品 都会获得几十%的收益率 几乎是闭着眼睛赚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牛市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牛市看起来人人都在赚钱 但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牛市中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追涨杀跌 这在牛市中特别常见 因为当我们看到市场一片大涨时 人的本能贪婪情绪就会被激发 开始FOMO追高 于是我们会在价格高位入场 成为最后一批上车的人 而此时 市场往往已经接近阶段性的顶部 大批资金涌入 各种主流媒体都在吹捧这轮牛市要涨翻天 说这是史上最疯狂的牛市 即使是从来不投资的人 都能感受到牛市FOMO的氛围 想要尝试进入投资市场来分一杯羹 而当市场突然回调 很多主流媒体和KOL开始疯狂炒作牛市结束 许多散户听到消息后选择恐慌抛售 最终在低点割肉出局 被庄家和机构割了韭菜 最后赔光了所有的本金 然而牛市背后真正发生的事情是 投资市场的机构 庄家以及聪明的散户 已经早早在熊市提前布局 疯狂买入低价的筹码 在牛市高点 也就是韭菜们高位入场的阶段 逐步了结获利立场 最终这些最后入场的散户 成为了短暂牛市的燃料和牺牲品 他们割肉清仓的资产 成为了庄家机构 在下一轮牛市到来前收割的低价筹码 屏幕前的你是否曾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如果有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而在半年前 我就差点成为了牛市中的韭菜 距离亏光本金只有一步之遥 在之前这期视频当中我就提到 在半年前我进入加密货币市场的时候 当时比特币刚刚突破历史新高 达到了7万美元左右 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短暂的一波小牛市 但是当时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也认为 7万美元的比特币只是上涨的起点 可能在3月份之后 比特币会一路高割本金 保持上涨势头 直到突破10万美元 我在这么想的同时 也付出了实际行动 当时我很快决定借10万块钱 并开5倍杠杆做多比特币 而当时比特币的价格为7万美金一克 几乎为历史最高点 而自此之后 比特币就立马迎来了一波大回调 在5月份的时候 最低回调到了5万6千美金 但幸运的是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调 而不是牛市的终结 比特币在向下插针到5万6千美金后 就迅速回升 经过一两周之后 又再次占到了7万左右的价位 而我则在比特币拉升到6万多的时候 就立马清光了所有的杠杆离场了 自此之后 我便只持有线货 再也没有碰过杠杆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 牛市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 牛市也是有回调的 牛市也是很短暂的 在牛市中的投资者们 往往是最没有防备的 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牛市的 FOMO陷阱中 此时也是最容易亏钱的时候 所以在牛市中 我们一定要谨慎操作 当市场情绪极度贪婪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考虑 是不是应该套离一部分现金仓位 或者全部止盈离场 在牛市中 会买的人只是徒弟 会卖的人才是师傅 现在让我来选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熊市 因为99%的人都没有意识到 熊市才是扭转 我们人生命运的最好机会 与牛市不同 熊市期间市场大幅下跌 资产价格持续低迷 这往往让大部分投资散户们 都感觉到非常的煎熬 恐慌指数直线上升 甚至逼迫很多散户们 轻仓离开市场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 真正的机会才开始显现 首先在熊市中 资产价格被大幅低估 市场情绪低迷 资金大量撤出 很多人选择观望 甚至抛售筹码 这使优质资产往往会跌到 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价格 甚至跌到历史最低点 市场上到处都是便宜的筹码 这便是一个长期布局的绝佳时机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 长期主义 长期投资 长期DC定投的重要性 那么这时候一定会是 我们囤积资产的最好机会 你可能会问 市场一直在下跌 为什么要现在买入 而不是选择在最低点买入 答案很简单 我们永远无法预判市场的涨跌 我们永远不知道熊市什么时候结束 牛市什么时候开启 我们要想长期存活在投资市场中 唯有持续DC定投 并且在每一次阶段性低点中 加大DC购买的力度 巴菲特曾经说过 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恐惧 熊市就是我们最应该贪婪的时刻 如果我们在熊市中 仍然能够坚持 不懈的买入优质资产 持续DC定投 并且保持有足够的耐心 等待市场复苏 那么当牛市重新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收获分厚的回报 历史证明 牛市的财富往往属于 那些在熊市中坚持积累的投资者 而不是那些在牛市高分期 分拥而入的人 如果看到这里 你仍然不相信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来看看 标普500指数和比特币的历史K线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支很著名的 标普500指数ETF VOO 它目前的价位是落在518块钱左右 如果我们选择在今年3月份 美股开始走出牛市行情时 意识到美股的价值 开始投资美股 那么直到现在 我们的收益大约有8个percent 在半年时间里赚了8个percent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 假设我们在上轮熊市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2022年的1月份 开始持续DC定投VOO 假设我们的平均购买成本 落在了390块钱 那么直到现在 我们的收益达到了30个percent左右 这是不是更爽 然而 这也只是投资中的冰山一角 我们再次拉长时间线 如果我们选择在2010年 也就是VOO创办的时候 就开始投资标普500 那么我们的收益率将会是400个percent 所以这也就说明了 我们永远不要在牛市追高 进入熊市割肉退出 而是无论市场是熊市还是牛市 一定要选择长期待在投资市场中 持续DC定投有价值的资产 这才是积累财富的正确方式 比特币也是同理 如果我们在今年2月份比特币开始爆拉的时候 进入比特币市场 开始投资比特币 当时比特币一颗是4万多美金 而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大概落在接近6万美金的位置 半年时间我们通过比特币赚取了40%左右的收益 这收益已经领先了很多投资产品 但是 如果我们继续把时间拉长 假设我们在2022年的1月份开始投资比特币 当时比特币也是4万多美金一颗 但是经过两年的持续定投 我们最后购买比特币的平均成本可能落在2万到3万美元之间 我们假设2万5千美元好了 我们拉到现在 可以看到我们赚了130多个percent的收益 然而这依然只是比特币市场的冰山一角 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到2017年的时候 比特币一颗是几百美金 如果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投资比特币 那么这时我们的收益率为1万个percent 当然这个例子有点过于极端了 因为比特币早期风险太高 当时很多人也不看好比特币的长期发展 那时它只是一个投机工具 只有极少数人会长期持有 但是我想说明的道理还是很明确的 投资市场中最赚钱的人永远是长期投资 长期待在投资市场中 即使在熊市中也一直在坚持的那部分人 但是屏幕前聪明的你可能会问 目前新一轮牛市即将到来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囤积优质资产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从根本上来看 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 在心态上面一定不要受到牛市和熊市的影响 在纪律上一定要保证持续DCA定投优质的投资标的 如标普 纳斯达克 比特币这些 只要我们能够保证一直待在投资市场上 那么即使我们在这一轮牛市没有买到足够多的低价筹码 我们也会在下一轮牛市到来的时候 囤积到足够多的优质资产 迎来财富的增长 此外 牛市中通常也伴随着多次回调 我们可以在每次回调时 主动DCA 加大购买力度 降低我们的平均购买成本 这也能够提高我们的收益率 DCA定投本质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只需要设置好每月按时定投即可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很多人无法严格遵守DCA定投的纪律 只有在经历过亏损 在投资市场中亏过钱之后 才能真正意识到 持续DCA定投才是投资市场中的制胜法宝 如果大家对于DCA投资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这期视频 其中我详细介绍了DCA的投资方法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实现财富自由有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长期订阅长期投资长期持有 我们一起在十年内实现财富自由 如果你对于本期视频 或者希望我未来制作的内容 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每一个留言我都会回复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